Hello,大家好,我是河马冯与Martin 今天下午在Newport Beach 新港滩来拍摄一套 刚刚上市才几天的法式豪宅 我们镜头中只能拍到它的正面 它其实在这个位置是它的driveway 和有三个门的四车位车库 我先不走过去看了,直接从这边进去看一下 法式大宅,室内是6400尺 占地21000尺多 这是前院 两个路夫门 这里有一个套房的路夫门 这是正门 巨大的拱形的门廊 里面是由中式庭院的回字型的一个中式庭院风格 这里又是进来之后中式庭院的一个路夫 进来之后的一个门廊 这是庭院 非常大气的一套房子 这里进去是一楼的一个套房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 这是二楼的几个房间 这是主餐桌的位置 这是客厅 我们先到客厅看一下这个房子最大的特色 它的温泳泳池和无敌的海景 稍微看一下客厅 一会儿回来再详细讲解客厅 我们先看后院 跟着我镜头往前走 有没有让人窒息的感觉 占地非常大 两万一千多尺 这里是一个 恒温带加热的无边游泳池 这块面积是可以加建一个ADO的 就像隔壁这个带太阳能的房子是隔壁邻居的 这边可以加建一个ADO 而且正好是朝着海的方向可以看海景 我手指这一侧是西面 每天傍晚这里是可以看到火烧云一样的夕阳 非常美 这是泳池和后院 非常大气的后院 它的前面 刚刚忘了拍摄 前面是没有邻居的 侧院这边 上面种了一些果树 这个树再长高一点之后 可以把邻居这个窗户遮掉 也是很私密 然后在这一侧侧院 有一个烧烤台 烧烤台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院子 无边用车 这套房子位于 Newport Beach的水晶湾 Crystal Curve 是最高端的门径社区 而且这个房子是在水晶湾的最高点 从水晶湾的路户的门径开上来都要一脉多 这里是有一个书房 目前是放了桌上足球和珊瑚球 实际上是一个书房 整个层高一楼差不多是在12尺左右 二楼是10尺 层高也是非常高 客厅的位置上面有很多音响 升级了很多音响 这里是秘炉 通往二楼梯 我们先看一下一楼这个套房 一楼这个套房有一个独立进出的门 套房一侧 这边还有一个书房 这是一楼套房 这个门就是通往自己家前院 和主要路户门是并排的 这个门可以全部打开 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点点侧院 所有衣帽间都做了室内的柜子 一楼的房间层高很高 12英尺 卫生间的淋浴房也是做了升级 这是一楼的一个套房 这个窗户是可以看到自己家的中庭 非常大气的中庭 这样的中庭才配上是豪宅的感觉 而且是一个中式庭院 中式庭院加法式的外立面 这是书房 加无边泳池 非常舒服和奢华 这个门也通往中庭的 所以各个房间其实都可以看到自己家的中庭 好,我们回到客厅这一侧 我们往地边走 看一下它的双厨房 和它的巨大的厨房 柜子 还有隐藏式的冰箱 这是隐藏式冰箱 我手指位置是冰箱 还有双洗碗机 也是隐藏式的 这是洗碗机 这个也是洗碗机 这是早餐桌 好,早餐桌这个门可以全部打开 边吃早餐边欣赏海景 非常舒服 我的左侧还有巨大的酒柜 好,从厨房的 这个角落往里走 这里还有一个中式厨房 并且通往车库 四车位车库 这是中式厨房 这个门是通往车库的 也是深色的柜子 柜子非常多 储物空间很多 这里应该是一个厨房的pantry 这个pantry都很大 是我目前见到的最大的pantry 可以放很多厨房用品 在厨房的一侧 这里有一个正餐桌 正餐桌 前面这个大的落地 玻璃门可以推开 直接欣赏自己家中庭的水景 好,站在客厅这一侧 客厅中央可以感受到 迎面吹来的海风 非常凉爽 其实现在视频的这个角度 是非常舒服的 一会儿我在这个角度 再拍张照片感受一下 让大家感受一下 自己家的五边泳池 海景,海风,厨房,客厅 以及背后的中庭水景 好,一楼目前先拍到这里 我们到二楼看一下 一楼就拍了八分钟 二楼是木地板 一楼是方的地砖 黑色的木地板 米色地砖 米色的这个窗框 米色的墙壁 也是目前时下最流行的颜色 二楼上来之后 先是一个loft 可以看前院 前面是没有邻居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往这一侧走 这边是有一个套房 楼上所有房间都是套房 这洗衣方也非常大 西方相当于一个小房间 也是很多柜子 西方对面这边有一个套房 有过路卫生间 还有衣帽间 衣帽间 衣帽间都做好的柜子 好 另外一侧有主卧和另外两个赤窝 如果两个孩子的话 孩子会比较靠近家长住在赤窝里面 好 这里的左左边是主卧 这是一个赤窝 这是另外一个赤窝 这是赤窝的淋浴房 还有衣帽间 我们稍微看一下 也是做好的柜子 这里还有一个赤窝 赤窝都很大 这个赤窝还带有一个 可以看前院的一个阳台 也是黑色系的 每一个赤窝都有布鲁衣帽间 并且都做好了 衣帽间里的柜子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主卧 主卧是地毯 主卧进来这一侧 右边有一排装饰柜 可以放一些收藏品 在那里是主卧 主卧有大阳台 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海景 先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 卫生间是地砖 自动感应的 这种闭灯 我一进来就自动感应到我 自动亮起来了 非常漂亮的 这个马赛克的磁砖 还有 两个淋浴龙头的淋浴房 加浴缸 这张立座是巨大的衣帽间 也都是柜子做好的 深色系 整个房子是米色加黑色 十下非常流行的 颜色搭配 倒台米色 柜子黑色 柜子门把手也是黑色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主卧阳台 双开门推开这个阳台门 可以欣赏无敌的海景和自己家的泳池 自己家院子 我手指的这一侧就可以像隔壁一样 搭建一个雷帝佑的一个建筑出来 像隔壁这建筑它是看山景的 而我们这一侧正好是可以看海景的 所以这个房子还有很多可以升级改建的空间 这房子在太阳能 所以泳池是比较放心的可以让它加热 也耗不了多少电 好这是河马夫人Martin在Newport Beach 拍摄水晶湾一套豪宅 要价是1600万不到 单价2500每平尺 室内6400尺 占地21000多尺 五房5.5位 谢谢大家